一个视频看懂 苹果新款iPhone SE到底值不值得买 新冠肆虐一切从简 疫情期间直接官宣 8点一到媒体发稿官网更新 新iPhone SE就这样悄无声息的发布了 距离第一代iPhone SE发布 已经过去整整四年的时间 在过去的几年 每年春季都会流传iPhone SE二代的消息 但随后却没有了下文 哥多真的来了 没有什么新意外形硬件价格 一切都在预期当中 iPhone 8的壳换上了A13的新 套上了iPhone SE的名号 399元起售 国内售价是3299元 本周五开始预定 下周五上市交付 中国地区可以入店购买 其他地区只能网购送货 从外观设计来看 新iPhone SE实际上就是iPhone 8的升级版 按照以前的命名 这款新机应该命名为iPhone 9 或者是iPhone 8S 而不是iPhone SE二 苹果似乎对于9这个数字无感 2017年正逢iPhone发布十周年 旗舰机直接用了罗马数字10 来表示直接跳过了9 次旗舰命名为8 这次干脆套上了SE的名号 完全没有要重启9的意思 有趣的是 Windows微软也是从8跳到了10 这微软自己知道 是不想跟Windows 9 8混淆了 那么新的iPhone SE和iPhone 8相比 到底有哪些变化呢 外观设计几乎无变化 尺寸重量没有变化 屏幕规格没有变化 电池续航没有变化 防水等级没有变化 指纹识别没有变化 单一镜头没有变化 单卡网络没有变化 两款机器调整之处在于 苹果logo的位置轻微移动 原本的粉色变成了红色 存储增加了256GB可供选择 升级之处在于A11芯片 升级到了A13仿生芯片 拍照增加了人像模式 视频增加了立体声和稳定功能 接收价格降低了50美元 假如言之 你当年怎么使用的iPhone 8 现在就怎么使用新的iPhone SE 再想一下2016年的iPhone SE 延续了2013年iPhone 5S的部件 2020年的iPhone SE分摊了2017年 iPhone 8的成本往往补补又三年 酷克果然是最会过日子的供应链大师 苹果为什么到了2020年才推出iPhone 8的简单升级版呢 当然是因为有市场需求了 那么这款机系的主要人群是哪些呢 最大原因当然是因为小屏机依然有市场 还有不少人喜欢小屏的手感 过去几年这种手机屏幕越来越大 安卓阵营几乎已经放弃了小屏机用户 相比之下 三星S20和华为P40 送到上市安卓阵营当中的小屏机了 曾经问过摩托的高管 是否会出摩托X的复刻版 他们一脸诚恳的说 这个尺寸已经没有市场了 也无法承载新功能带来的尺寸需求 毕竟安卓市场竞争极为激烈 各家厂商必须缴劲脑石 拼命堆掉 增加各种新的卖点 新功能才可能有销路 单摄不行上双摄 双摄不行上三摄 三摄不够上一亿像素 生怕指色成立不够 屏幕必须6.2寸起步 怎么可能有小屏机呢 对于安卓厂商来说 沿用三天前的设计 规格无异于咨询死路 但苹果可以收割这个细分市场 依旧简单的旧瓶装新球 换上最新的芯片 继续卖老机型 苹果用户对4.7英寸屏幕 依旧有热情 从2014年开始启用4.7英寸以来 这一尺寸是苹果销量最高的机型 按照苹果官方数据 4.7英寸的iPhone 迄今已经售出了5亿补 相对于188克 重量至少5.8英寸的旗舰iPhone 148克的4.7英寸的新iPhone 在尺寸和重量上 确实非常轻巧 对于2015年的iPhone 6s 2016年的iPhone 7 2017年的iPhone 8的用户来说 他们心目中的iPhone 便是已经更换电池 但多年前的处理器和运存 已经难以满足目前软件需求 也到了必须升级的时候 如果他们不想换大屏机器 那么新的iPhone SE 无疑是一个最适合的选择 再说如果一个用户这么多年 还没有升级机器 预算应该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